这几天刚刚播出的《豆破苍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 在这部剧刚播出的时候 小编就迫不及待 把手在电脑跟前了 因为小编可是这部原著的铁粉 自从听到这部小说要拍成电视剧之后 小编就一直在等待这他播出的这一天 但是剧情确实有点差强人意 很多内容都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而在这部电视剧里面 演员们的演技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无人也能够演出来 硝烟当时的那种气质 但是小编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去网上查了之后才明白 毕竟是看过原著的人 现在回过头来看大改之后的电视剧 肯定心里不舒服 大家也都知道这部剧的明星阵容也是很强大 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明星也加盟了这部剧 华晨宇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了 自从参加快乐男生出道之后 华晨宇的热度就一直居高不下 很多网友们都很喜欢他那种带着魔力的嗓尽 那手烟火里的尘埃 相信也有很多网友单曲循环 那很久吧 小编个人觉得这首歌是很经典的 那种全力很是让人沉醉 而前几天网上就传出消息说华晨宇其实也加盟了这部电视剧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网友们都不相信 因为在看演员表的时候里面并没有华晨宇 但是小编特意去网上查了一下 发现华晨宇确实是加盟了这部电视剧 但是却不是演戏 而是唱歌豆铺苍穹这部剧的片头曲 寒压少年就是华晨宇唱的 很多网友看到这里就恍然大悟了 原来真相和我们想的并不一样 因为毕竟华晨宇除了演戏也可以唱歌呀 而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听起来确实和豆铺苍穹这部剧很是贴切